在8月底 我跟充滿活力的培根 進行了一趟三天兩夜的高雄騎車旅行 並且選擇海絲瓜黑劍401 作為這趟出遊的夥伴 在這支影片裡 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旅程 以及海絲瓜黑劍401這台車的騎乘體驗 這趟行程我們選擇從台北開車南下後 在高雄當地租車 真的還蠻感謝阿摩在前一天晚上 有先在車頂先加裝好箱子 雖然三天兩夜有帶的行李量基本上不會太多 但是我們是機車旅行 安全帽是一定要一起上車的 七人座的Levina要直接塞那麼多東西 應該難度蠻高的 不過這邊也要小小爆個料 在上行李之前 阿摩倒車的時候 沒注意到後面天花板的高度 直接撞到夾裝的箱子 幸好只是小碰撞啦 但當下真的是讓我們捏了把冷汗 萬一上了高速公路 箱子因為這樣掉下來怎麼辦 所以這邊跟大家提醒 如果有在車頂夾裝東西的話 一定一定要注意限高的問題 才不會破壞了旅遊的性質 提到旅遊的性質就不得不提一下 這趟在高速公路上碰到了什麼 身為優良的用路人 看到高速公路上掉落散落物 當然是要通報相關單位 請他們趕快處理 以免其他車輛遇害 結果我們打的是什麼電話 國防部申訴專線 到底是誰說高公局要打1985啦 還好一發現馬上就掛掉了 否則電話接起來的話 我們要說什麼 說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受到學長的迫害嗎 不過講到學長的迫害 這幾年做機車路權的運動 只要在會議桌上 談到高速公路的時候 就免不了會有職業駕駛相關的工會 跳出來說機車走高速公路很危險 對啦 機車走高速公路是很危險 因為總是會有那些在高速公路上 製造危險的人嘛 細話講多了 還是來吃頓肥災快樂餐消消氣 通常出來玩是不會選擇吃麥當勞啦 不過也因為不知道哪些餐廳可以內用 所以還是打了張安全牌 不過麥當勞把APP改成現在這樣之後 以後吃麥當勞的機會應該會更熟吧 這真是直播節目欸 接著我們繼續南下 每次經過台中的時候 都很喜歡這個跟高鐵並行的路段 搭高鐵的時候 可以看到腳下穿流不息的高速公路 而開車走在這裡 能夠假裝自己正在跟高鐵競速 要說這邊是台灣高速公路最具代表的風景 應該是一點也不為過 而另外一個我也很喜歡的高速公路景色 是在更北邊一點的三億坡 從北往南會有從山谷 促看廣大平原的視角 而從南往北的部分 則是推薦在晚上的時候 能夠看到在群山之間一道金光閃閃的絲帶 不過這趟行程都沒有拍到前面講的這兩個畫面 因為前座的位置要讓人會暈車的人囉 湖金新盈下車放個風 最後再經過五個小時左右的車程 終於到達今天的目的地 高雄 到底是停車格還是帶轉區啊 我看不懂耶 先不要談汽車停在帶轉區這件事 本身就是違規好了 每次出遊只要離開了台北都會區 特別是在台南高雄都可以看到滯障的交通規劃 看看這馬路連兩線道路都不到 結果也要機車兩段式左轉 到底是有什麼毛病啊 連我們高雄在地的油土國培根都看不下去 氣到背都全失了 欸你剛才跑去墾丁是不是啊 偷偷跑去墾丁不講耶 不去喔 我背後長吹 我們要準備吃晚餐了 吃這個 瓦城 晚餐吃的當然不是瓦城啦 這間帶來大串一路Costco對面的星泰城 是我們這趟出遊的夥伴 文迪家裡開的店 所以也開了他們家的私人空間來讓我們用餐 還蠻可惜GoPro的禁物對焦做的不是很好 不過大家就心領神惠 這邊的每一道菜都很好吃 甚至為了這盤月亮蝦餅 對海鮮過敏的資源 還堅持不管晚點皮膚會腫成什麼樣子 都一定要吃到它 閃光害我眼睛好痛 有看到啊 要不然我看到 這個還在喬喬度不及格啦 有嗎 有啦有啦 接著就是我們這趟出遊的重頭戲 租車 租車 租車兩圈 誰啊 他的我說他的我說 好啊 所以你還給我 喔 沒關係啦 我們要感謝你上次摔車嗎 呵呵呵呵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前情提要一下 在之前東北角撞油的影片 就是資源把GX14R原體倒車了兩次 而且還是左右兩邊接連倒車 雖然後來連工代料只算三萬多而已 但畢竟也不算是小數目 所以我跟培根就決定拿各自影片的收益來幫忙補貼 其實嚴格講起來 那部片的收益根本就不夠他這次租車的錢啦 而且現在美元又狂貶 真的是荷包大縮水啊 拿到車後 在涼爽的夏日夜晚稍微夜跑的極端度 找個空地幫朋友練習上坡起步 順便熟悉一下車子 誒!你以為沒有回成功後我們又有錢可以賺了 不是在前面選擇一個最大的路線回轉誒 對啊我不懂 第二天就是這趟旅程的重頭戲 我們沿一線從高雄進入屏東 经过台22线185线到岩山公路 台27甲线齐六公路 台20线南横公路 台29线齐甲公路 到大金瀑布、甲仙、齐山老街等等地方 比较细部的行程 以及我对这些地方还有公路的认识 都记录在先前南横越野区的影片 所以这边会来跟大家分享 这台海丝瓜黑剑401的心得 首先要自爆一下 因为太久没租车了 根本就忘记租车要带驾照这件事情 还好出发前一天晚上 借助培根他们出社的时候 有无意间聊到驾照 当下还在想说 现在不都电子花作业了 没事带着驾照在身上干嘛啊 最后只好在凌晨的时候 又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冲回家拿 不然这趟行程搞不好要泡汤 也就做不到这台让我惊艳不已的车了 行前其实也对这台车没有什么遐想 要认真说起来 我对这个系列的车根本就认识不深 当时只是在DM上想说找一台没有骑过 还算是有点感兴趣 而且又适合这趟出油路线的车子 最后就决定是海丝瓜黑剑401了 也算是蛮幸运的 这台车到我手上的时候连2000公里都不到 几乎是全新车的状态 整体的骑程感受大概可以说是最原汁原味的 作为滑胎车越野车大厂的海丝瓜 当然也是把这粗犷的灵魂注入到401里面 不得不说这台车的外观真的是相当吸引眼球 就定位上黑剑401应该是比较接近街车的设定 无论是坐高或者是悬吊的行程 都跟滑胎或越野车款有段不小的距离 但是实际骑程在一般道路 以及这次行程刚好遇到的南横随时扑面路段 都觉得这样的避震调校相当的舒服 可以轻松应付各种日常生活会遇到的路面状况 偶尔想要狂野一下也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原厂的电脑设定可以把后轮ABS关掉 让后轮变成可以打滑的滑胎状态 不过老实说我根本就不会滑胎 所以这部分没有试出来 但是过弯的操控性仍然相当具有乐趣 在比较高速的弯道上 车子居然会自己跑去走一条 跟我原先预想完全不同的路线 一个比较接近外炮的轨迹 但是接近出弯的时候 又会自动贴合回来 刚开始其实不太习惯这种特性 不过几次之后 也就放心的让他去走他自己想要走的路线 渐渐的比较有办法在弯道中操控这台黑剑401 但或许也有可能是我被车子给操控了吧 而在动力方面 黑剑401在7000转左右的时候 会有明显的动力涌现 在这个转速域骑程 是个人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不过当然 弹钢车的设定 同时会让这个转速带 有着非常明显的震动 虽然自己骑的CBR300R也是弹钢车啦 但是黑剑401很明显的震动又更大了一点 毕竟人家排气量跟动力又更大了嘛 至于原厂配备的快排 老实说我只有用过几次而已 平常骑挡车骑习惯了 进退挡抓离合器跟补油真的已经成为反射动作 又特别是他在某几个档位的快排切换会有明显的准错感 就也没有特别再去试的意思了 整体来说 我觉得海丝瓜黑剑401真的是台很棒的车子 也很庆幸这档行程 凑巧的就选择了他作为伙伴 要说没有心动的话 那绝对是骗人的 特别是自己又很喜欢有事没事就去跑奇怪的路 最后在还车之前 我们还去体验了一下 被称为高雄滑水道的高雄车站旁边的站西路 本来还以为敢在路口中央做这种大面积的彩色铺面 应该抓地力不至于到太差吧 结果骑了一趟 对不起我错了 连海丝瓜黑剑401原厂配的巧克力胎 经过这段路都只能举白骑投降 欸不对 巧克力胎根本就不是这样用啊 光地面是干的状态都可以感受到会滑了 雨天真的是不敢想象啊 听说之后另一边新开通的站东路也是这种畸形的邪交路口 如果也搞出蓝蓝路的话 真的要帮高雄的朋友多多祈祷了 晚上我们当个死观光客 挂红瑞丰夜市 听说瑞丰夜市快关了 赶紧来吃颇有名气的万国牛排 据说这边最好吃的不是牛排 而是鸡排 特别的地方在于鸡排会先炸过之后 再放上煎盘 可以一次体验到炸跟煎等两种口味 确实是蛮特别的 吃完饭之后 因为租CBR250RR而被我们骑士的于轩 来这边展现他神枪手的技能 一连好几次都权重 都快让老板破产了 哎呀 可惜GoPro不够力 这趟出来电池一直出问题 连被观众认出来的关键画面 都刚好遇到电池没电而没有录到 其实当下真的是有被吓到啦 出来那么多次 这也不过是第二次被认清 前面不是有说瑞丰夜市快关了吗 后来发现好像是假消息 所以各位朋友下次有到瑞丰的时候 记得往后走到射气球的这摊 报上企鹅交通手杂的名字 应该是没有优惠啦 其实我发现单单有一个特色 他们都很喜欢开在转角 好像是这样的 然后对汽车来讲就超难停车 所以就点电车会有像那种冰丝那样 看那冰丝真的在买 然后还有那种红线转角在停的啦 来到了高雄 最不能错过的 当然就是南部才有的丹丹 不得不说他的生意真的很好 我们还在现场等了20分钟 才终于拿到餐 你不知道他陪你结束第三集最后两分钟 臭杯喔 呵呵呵 我一直一直转点 我认真的 最后一天的行程真的是超级懒的 本来还打算去墾丁 结果因为太累了 我们一路睡到快中午才起床吃丹丹 接着就近跑去骑津玩 台北有座新生高架桥 而高雄也在这三年多出了这座新生高架桥 让高雄市区到骑津的路途又变得更方便 当然是景线汽车啦 骑津老街应该没什么比基尼啦 这脸真的是太痴汗了 结果来骑津老街 喝马骨 夹娃娃 天啊 我们怎么在做一堆平常在北部就能做的事情啊 不过这天的骑津真的是超热的 连Insta360放下去都测不出温度了 在骑津老街上稍微逛了一下 买些东西解解馋 坐在树荫下 眺望海滩后 就准备北漂了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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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娘我的裤子被我撕破了 要水的话 直接撕破了三小啊 超扯 幸好我们就破那个动摇部位 不是 我因为它黏住膝盖我想要往上拉一点 直接破了 靠腰我要买一件裤子了 我现在这个身材有办法撑破裤子 破裤了 带了 好崩溃喔 俗话说祸不担心 这趟行程如果只有破裤子破掉也就算了 偏偏到了台北准备要抠档案的时候 还发现外接硬碟居然坏鬼 还好行前有多买一张记忆卡 里面的档案还没有删掉 这才有呈现在大家眼前的影片 假装我们现在正在打这五轮 真的会跌到海里面啊 真的会跌到海里面 这次的海丝瓜黑剑401 是睽違两年之后再次租车 也很庆幸租到这台充满着乐趣的车子 才有这么多的内容 可以跟大家分享这趟旅程 一直到现在 只要回想起 骑着它那短短一天的时间 嘴角还是会不自觉的上扬 下车睡觉上车尿尿 满下吧 好啦下车睡觉上车尿尿 去厕所睡是不是 哈哈哈 然后回来尿尿啊 不要呗 什么尿尿啊 上车尿尿尿 回家扣棒啊 啊你有什么拉屎 黑嚕啊 他上车拉屎啊 黑嚕你要上车拉屎吗 我没吃东西玩拉屎 他刚才有没有人家不准吃耶 他小董哥哥 电宣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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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يت饮与 没 Спасибо 是